如果說到美國總統拜登 他六個設施 才算選擇一項病床政策 這規定美國跟密西哥的病床 病床每天開發移民的因素 有超過兩千五百人 就不再接受庇護申請 這媒體也說 這是拜登最初的減價病床措施 這過兩禮拜而已 拜登現在還要一次 一次讓超過五十萬的規劃移民 應救基努做美國人 那真的是為了選舉 為了選票 選移民的政策 再打火頭路 來看今天上映的改破新聞 是 主播 改破新聞有理論有沉默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上映 今天我們要來關心的 就是美國十一月 齊五就要選總統 這個拚連任的拜登 在移民政策上頭 也有一些新的動作 我們先來看這個最新的政策 就是拜登已經開放 讓不正的配偶跟他們的四歲 可以拿到美國的公民的身份 這個配偶的條件 就是說你在今年六月十七之前 已經在美國住十檔以上 這樣就可以拿到美國公民的身份 如果四歲的部分不到二十一歲 也不過你的北部時間 有一個人 如果他是美國人 也是一樣可以拿到美國的公民 其實這學政策 他主要就是希望說 申請的流程可以比較簡單 另外在辦的人 他在申辦的期間是不免離開美國 算是家裡邊的措施 也不過除了這項家裡邊的措施以外 其實拜登對一些非法的議員 他的措施是很嚴格 我們來看第二章章 就是拜登他是措施非法議員 嚇過這個變形來申請秘書 這申請秘書的他的內容就是說 你一天如果准是超過兩千五百的人 買進來美國 這樣就會漸停申請 而且就要等到一日 是一千五百的人以下 他才會再重新來開放 不過這個秘書的內容其實是有一些 領外的情形 也就是說如果准是高利 也就是說這個破壞加減重的人 甚至說是有安全受到威脅的人 也就是說你今天是 領口美麗受害者 這樣這些逐端的 其實他是不用受到犯罪 一樣是可以申請秘書的 那如果其他人 如果准是超過這兩千五百的人的犯罪 就會順利讓人看出境 其實這美國的移民政策 一直都是美國人最關心的議題之一 這也真正是美國代算的焦點 這回拜登拿出這兩項政策 是為國家帶來賬民的影響 也是說更加強烈的 其實是要還需要很多時間來觀察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該播新聞 我們現在把現場搞短一號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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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把現場搞短一號主播